当第一缕阳光照进古城 众多美食已陆续摆上餐桌 西安人一天的幸福便从早餐开始 西安的早餐品种极为丰富 但要说最受欢迎的 还是这一碗重口味的胡辣汤 胡辣汤不是西安独有 但是肉丸胡辣汤却是西安人的专属 为守护着几十年不变的味道 马葵每天凌晨三点半开始忙碌 饱满弹牙的牛肉丸是马葵胡辣汤的杀手锏 把最新鲜细嫩的牛肉剁成泥 再配上少许马铃薯粉增加肉质的筋档 一粒粒紧实的牛肉丸 就变成了这胡辣汤的主角 舀上一勺送入口中 能品尝到牛肉的原香 肉好汤也要浓 马葵家的胡辣汤一上桌 就能让人闻到扑面而来的浓香 这是因为加入辣牛肉和秘制的香料包 小火慢炖 什么时候才把辣牛肉捞出 那可是马葵的看家本领 不光要用辣牛肉汤做底 他还选用了最好的韩城大红袍来提味 韩城大红袍马葵有香味 是适合买回胡辣汤的鸡皮档去 为了爆食胡辣汤透干现炊 所以是面前这上得先来先切拆 最少开以后先放凝菜 这个三叶菜快熟的时候再放碗子 因为精准掌握了最佳切煮时间 每一种蔬菜都能呈现出属于自己的个性味道 加了芡粉的鲜汤入口 咸香粘稠 十克的唇舌之间 清晰地依次感受到绵软清甜脆爽的口感 一切就绪 整碗胡辣汤只差最后的点睛之笔 马葵的油泼辣子 每天早上现做现泼 还没开始吃 就能闻到直冲鼻腔的香辣味 很入味 辣味也很辣 很香 西安人是辣是香 一碗热乎带尽的胡辣汤喝下去 从口腔一直热到心窝 最后流入胃底 毛骨舒张 血液循环加快 使人们迅速从残睡胃醒的迷糊中兴奋起来 这碗肉丸胡辣汤 显然就是开启古都人一天新生活的钥匙 这应该就是马葵胡辣汤 二十五年味道不变的原因吧 马葵你好 赵哥你来了 这是几头牛 今天五六头 你想看 一头牛身上只能挑出 大约三公斤鲤脊肉 天不亮就会销售一空 赵永莉每天都会在凌晨四点 用她的火眼金睛 去精挑细选晚上要用的食材 这种秦川牛肉的利基吃到口里比较绵软容易嚼动 又能吃出秦川牛肉的本香味 这四个利基都给咱丢下 行行 生牛肉 这道菜不会出现在菜单上 它是一道只有长期来赵永莉家吃烧烤的老饕才点得出的隐秘菜单 他对原料的要求极高 必须要当天新鲜宰杀的牛 选取牛里基的部分 牛肉不用热处理 生放盘中 散满红彤彤浓香微辣的星平辣椒面 一大把孜然 一点盐 一口鲜牛肉咬下去 原味汁水 溅满口腔 满嘴鲜香 不止里基 肉筋也是西安老饕们的挚爱 烤肉筋是西安烧烤独有的美味 这可不同于寻常烧烤摊上的板筋 烤肉筋要穿成肥瘦相间的串 烧烤师傅精确地完转的温度与火后 在火上几经翻转 肥肉上的牛脂开始爆炸 滋润着两侧的瘦肉 西安人管烤牛筋不叫烤 小火焙干加热均匀 烤好之后鲜嫩弹牙 会吃的老饕不要求烤得干一点 焙干了水分 这样更有嚼筒 撒上简单的调料佐味 盐 孜然 辣椒面 肥瘦相间的肉筋 一口咬下去 感觉胶原蛋白在口腔中炸开 妙不可言 已经八十岁的王燕丽老太太 是这家老字号牛羊肉泡馍店的头号质量总监 为了能第一时间监督泡馍最重要的环节熬汤 它搬到了加工作坊边的小平房里住 羊肉泡馍要好吃 全品这锅汤 眼前的这口大锅 直径一米二 一锅能下150公斤牛羊肉 泡进密制香料 与50多公斤大骨一起 慢慢熬至十个多小时后 肉烂且香 枝浓汤醇 才算熬成 这一锅肉全凭这一袋子调和 这个调和一年四季也有变化 夏天比较清淡一点 秋天冬天相对的来说比较浓一点 在传统配方基础上 加入了中草药 在不同季节 用不同配比的季节性香料 能让食客吃出滋补降噪的功效 对传统调料包发起挑战的是他 朱冰老店第二代掌柜 羊肉泡馍是一张西安名片 它是一道极讲究的美食 选料有讲究 熬汤有讲究 就连吃法也都有讲究 我掰磨 本地的吃法是四个字总结 掰 撕 掐 斗 敬手掰磨 是一项古老的技法 体现着老闪的手工除败 掰着泡磨 然后聊聊天 就是一种享受 磨掰好货 请伙计呈给掌勺大厨 猪冰总会在忙碌的用餐高峰时段 守在他的炉灶旁 掰好的磨来了 加牛肉汤大火快煮 加牛羊肉粉丝葱花 脆绿的葱花 蒜苗 香菜 与红褐色的牛羊肉 映衬着洁白晶莹的粉丝 有黑的木耳 香味四溢 使人食指大动 泡磨上桌 把辣子酱铺上 绝不搅动 从一边蚕食 沿着碗边向嘴里刨着吃 这样鲜热之气跑不散 一口泡磨 一口糖蒜 让人神清气爽 餐后喝一小碗原汁烹制而成的高汤 以味清口 干完这碗泡磨后 是大汗淋漓后 酣畅的舒适 几位师傅都是跟着老板 征战了多年的爱将 切肉的师傅 在刀光剑影中穿梭 从不会剑走偏锋 主模师傅 根据碗里磨的大小 鲜热之后 鲜熟地掌控着手中的火候 鲜熟地掌控着手中的火候 树叶有砖宫 他们每个人都有自己专属的领地 不越雷池一步 精干的老板娘黄秋兰 是厨房里的齿轮 带动了大家运转 这位年轻的掌勺师傅 是第三代传人 老板的女婿林新龙 这口汤的味道 99%每天都是一样的 但是我就是为了 确保那1%的安心 所以我每天都要亲自 给自己做上一碗 西安人有一句宣言 给我一个膜 我能加变全世界 这个膜就是小吃肉夹膜的膜 西安人称它为白吉膜 可见西安人对它是 何等的钟爱与自信 形态多样的肉夹膜 各有各的精彩 腊牛肉夹膜 浓香挡不住 淡菜夹膜 弥漫着春天的味道 香辣土豆夹膜 腊后回甘 铜关肉夹膜 松嫩脆爽 看似其貌不扬的白吉膜 大有讲究 金丝圈 白银边 鼓鼓腔 这是西安肉夹膜 传统的目测标准 白吉膜上下两圈 烤得色泽金黄 被称为金丝圈 外延的一圈 却必须保持白银色 所以称为白银边 鼓鼓腔 则是说刚烤出来的白银膜 中心蓬松鼓胀 一刀切开 能看到冒着热气的气孔 年过六旬的黄建国 是陕西面点首席济师 它在西安街头 一家家去钻研学习 最终揭开了白吉膜的秘密 首先白吉膜所使用的面粉 一定要选用陕西本地过冬小麦 抹成的精致面粉 这是因为当地日照时间充足 小麦淀粉含量高 质地筋道 后面的水 盐 酵母 比例要恰到好处 往往多一分则硬脆 少一分则松散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先把边缘烤得微微发硬 烤出两条色泽金黄的边际线 这就是金丝圈 金丝圈形成 白吉膜就定下了基本形状 边际金黄 面上淫白 才能呈现出表皮酥脆 内力松软的层次感 这需要精准的火候掌控 白吉膜需要二次发酵 充分发酵带来足够的二氧化碳 烘烤中流动的二氧化碳 把膜饼鼓得蓬蓬松松 布满了孔性 这种带着鼓鼓腔的白吉膜 已经做好了加遍全世界的准备 不管是辣汁肉 辣牛肉 还是淡菜土豆等等 当把它们加进饼里 汁液就会迅速渗进 看不见的白吉膜孔隙之中 肉汁 菜汁滋润着磨饼 磨饼吸收着油腻 磨香 肉香 菜香浑然一体 不分彼此 传统肉夹馍 白吉膜里夹的是辣汁肉 辣汁肉要做好 同样有许多讲究 小王 和肉转来 对肉的选择 以猪前腿附近最为优先 这里的肉 肥瘦比例正适合 下锅前 每一块猪肉 都要用活水清洗四个小时 猪肉身上有这个骚味儿呢 把这个血水冲掉了之后呢 它就没有骚味儿了 它煮出来就是香味儿了 把血水完全洗净之后 再给猪肉刮毛 辣汁卤水 决定着辣汁肉的味道走向 也是让辣汁肉光泽诱人的调色师 许多人家的辣汁卤水中 会加入炒糖上色 但在樊建国的这个辣汁配料中 并无此物 糖色烧焦了之后 有一种苦味儿 于是乎呢 我把发射器重新进行了一个整合 这叫苏木片 也叫苏木 一个是增香 一个是上色 然后你现在看 我把它放进去 放进去之后 它马上就变颜色了 樊建国的西安肉夹膜 因为集中了西安各家传统肉夹膜的优良工艺 被列为省级飞仪 更难能可贵的是 以往密而不宣的工艺流程 被它公之于众 建立了可检测 可复制的标准 西安肉夹膜 就有了走出去的可能 李洪亚 西安本地人 性格内向 有轻微社交恐惧症 他最喜欢的食物 是从小吃到大的 鞭鞭面 只有手里握着面的时候 才觉得特别踏实 所以 他从厨师学校毕业 就开了这家面馆 自己做大厨 果然 面一入手 物魔两望 他扯面 犹如一场 暗板前的舞蹈 熟疾而流 已经揉得三光 手光 面光 暗板光的面团 再经过反复拉伸摔打 面筋开始相互粘连 包裹着松散的淀粉 内部的结构越来越紧密 表面越来越光滑 这样的鞭鞭面 不像日常的面条 它煮好之后 不会吸水膨胀 不软烂 不挂汁 口感筋道弹牙 李洪亚扯面 动作力 鞭鞭声清晰动听 富有节奏 鞭鞭之声越清亮 说明面的内部结构越紧凑 越筋道 只有达到这个标准的鞭鞭面 才能赢得西安老韬们的认可 好面少不了好臊子 各家面馆 关于表表面臊子的搭配 都会略有不同 但其中总有一款臊子 是不变的主题 西红柿炒鸡蛋 西红柿淡淡的酸味 很对西安人的胃口 西红柿炒鸡蛋的话 它就是属于大众口 不管北方南方人 它都能接受得了 面煮熟后 撒上几片翠绿的青菜 荤素结合的臊子 浇在面上各不相干 油泼辣子入碗 一切都在这一刻生动起来 高温把面香菜香 芹椒本身的香迅速逼出来 客人会情不自禁地搅动起来 原本各不相干的 荤素扫子相互渗透 均匀分布在碗里 洁白的裤带面 镀上了一层盈润的光泽 来 蜜回来 先蜜 吕建立用来制作米皮的 都是当季的优质鲜米 因为早稻和晚稻 在质地上都会有明显的差别 所以店里每新到一批米 它都会自己动手 做第一批米皮 调整出水和米的最佳配比 之后再交给帮厨 依葫芦画瓢 离小店不到五百米的 秦镇水库 是野鸭白鹿的乐园 我们小的时候 经常在这个地方玩 这个水吧游泳干嘛 就在这一块 我们这个水源是由秦岭下来的 引到西安寺里边 西安寺的用水 也是用这个 这水就特别好 水源来自秦岭上的山泉水 甘甜清烈 秦镇人用这里的水 调和米浆蒸出来的米皮 才拥有了任何地方 都无法比拟的口感 浓稠的新鲜米浆 用烧开的山泉水调和 搅拌至微微透亮 再将调好的米浆 浇到蒸盘的纱布上 来回摇匀 让米浆通过自身的张力 均匀地附着开 这样蒸出来的米皮 才会薄厚一致 口感统一 刚出蒸笼的热米皮就可以使用 不过稍显绵软容易粘连 大多人喜欢放凉再吃 能让口感顺滑弹压 因此也被称为勤正凉皮 米皮的好脉 别人需要吃到嘴里 才能挺出一二 吕建立却仅凭目测 和指尖的触感 就能一清二楚 透光程度 能看出米皮的厚薄 压一压 能感觉出米皮的紧致程度 扯一扯 能验证米皮的弹性 这是筋道口感的保证 这把刀 已有几十年历史 通体由金刚断制而成 重15公斤 吕建立耍得得稀硬手 刀身起伏 米皮迎刃而开 化作一根根 整整齐齐的金银绿带 好水酿好皮 米皮已经大功告成 第二个关键是红油 对于重口的西安人来说 米皮口感稍显温和清淡 必须浇上红彤彤的 琴阵红油 才能吃得痛快 每到需要制作红油了 吕建立就会烧上 一大锅菜籽油 自己端进小制作间里 一个人完成 这个香料放的时候 肯定有价值 我们说不放 掌握得好的话 它辣椒油出来的特别香 最后制作出来的成品辣椒油 色泽成红 油线不断 气味泪敛 要到吃下去的那一刻 才会集中饱化 年近七十的李贵琴 一手地道的关中农家菜 俘获来往食客们的心 是民宿里的镇店之宝 杨玉瓷巴是它的拿手菜之一 做杨玉瓷巴 曾经梁只选秦岭 向阳山坡上种的杨玉 秦岭周夜温差大 日照时间长 杨玉淀粉含量比别处更高 也只有这些长不大的小土豆 才能砸出最甜的杨玉瓷巴 杨玉瓷巴 沉重的木锤 在它手里显得格外轻巧 经过反复锤打 杨玉中的电粉链重新排列 结成更紧密的链接 杨玉瓷巴表面开始有了光泽 经历了木锤一个多小时的锤炼 细小的杨玉颗粒水分适当蒸发 杨玉泥逐渐变得细腻柔滑 内部结构更加紧凑 粘性明显增强 软糯弹牙的口感慢慢形成 这个就是最油泡辣的辣椒 很香很辣 又非常好 晒干后的辣椒需入锅翻炒 火后的大小和翻炒的速度 决定了最终的口感 等到表皮泛起油光时 再放入老碾子中细细研磨 如今不少人改成了电动研磨 但高速摩擦时产生的温度 会让辣椒流失一部分香味 虽然用老器具研磨费时费力 但是却可以最大限度的保留青椒的香味 但却可以最大限度地保留青椒的香味 丝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猪腰质地柔软生脆容易锻炼 别处吃猪腰大多切成腰花腰片少有切丝 闪菜大厨的刀工却能切出纤细均匀的腰丝 文武刀寒光闪光 一颗完整的腰刺一分为二 片猪腰用的推刀法 乳刀轻柔稳健 柱刀干脆利落 行云流水间 白沙猪腰已经变成了厚薄均匀的半透明腰片 切丝用的则是蹲刀法 这是关中大厨的独门绝技 国国强下刀果断 菜刀微微提起 前滴后高 干脆利落 腰丝硬生而断 腰丝根根粗细均匀 不留刀痕 只有这种空间加速带来的力量 才能让猪腰来不及变形 就被切落 42秒 郭国强擦刀收工 切好之后加入高汤料酒 高汤中的脂肪可以锁住腰丝中的水分 料酒可以使腰丝快速散开增加鲜度 汆烫时间需精准把控 郭国强将汆烫时间控制在10至15秒之间 腰丝变白而不发卷 即可出锅 温拌腰丝的配菜也很丰富 粉丝的筋道搭配腰丝的香软 每一会儿 这个菜一定就是 它是这样子来能把那个味道都吃进去 搅拌均匀 静等食材的香味充分融合 色香味一样样具备 郭国强还要赋予他更多视觉上的美好 操得起文武大刀 雕得了精致装饰 这是属于厨师的潇洒 郭国强 郭国强喜欢厨房里的交相乐 满足于刀不留痕的快意风流 享受精雕细琢的宁静专重 当他把这一切注入其中 食物便精致而鲜活起来 腰丝和盘内装饰全部完成后 看似简单实则精细的温拌腰丝 才算真正做好 腰丝入口脆嫩 搭配香醋蒜末 醋香蒜香 伴随着腰丝的嫩滑 鱼味营绕舌尖 久久不能散去 腰丝好嫩 挺多层次感 冰板腰丝 每一口都是不一样的享受 十三朝首善之躯的精细餐厨文化 大多集中在官府菜中 它的谱系里 菜式糕点多达数百道 大厨们传承有序的高超厨艺 把西北有限的食材 烹制出了无限的美味 其中一道前舟鸡面 便花了三十年 才炮制出满意的口感 秦人善制羹 宁可食无肉 不可食无汤 前舟鸡面里的汤 看似清淡如水 却需耗费十来个小时才能完成 先用老母鸡 老鸭 猪肘子 排骨等富含蛋白质的原料 切成大块 大火熬煮七至八个小时 经过漫长的熬煮之后 食材充分分解 胶原蛋白均匀散布在汤里 这锅汤浓香扑鼻 可这还远远达不到清汤的要求 这时要把灼汤放凉 将鸡肉剁成肉绒 把肉绒放进汤里适当搅拌 再用中火熬煮 鸡脯肉漂浮起来 变成网状 再用小火慢熬 蛋白质奇妙的吸附作用 会让汤中的杂质 最大限度的被鸡绒结成的网 吸附住 最后 把漂浮于汤面的鸡绒网捞出来 清汤才算完成 汤色清如水 汤味却浓如酱 喝汤时 嘴唇会产生显著的粘连感 清汤熬制完成后 就要放进鸡面了 鸡面不是面条 而是面条形状的鸡脯肉 用刀背将鸡胸脯肉反复敲打 均匀的力道之下 肉中纤维被敲断 鸡肉绒变得细温溶滑 再用蛋清高速搅拌 肉绒与蛋清高度融合 鲜味成倍提升 然后将鸡肉泥放入可经高温烹煮的保鲜袋中 用保鲜袋制作前周鸡面 是郑新民首创 这个灵感的出现 他期待了三十年 实际上在凯茨 雅各尔明像头放到这里面 这个吉布肉出来都是裁剂 不靠成形 2002年就似乎 才像出这个办法 最后做出来成形 舍责用销量 只干用耗 有了奈高温蒸煮的保鲜袋 就不用再像当年一样 夹大量淀粉定型 将包起来的鸡绒 擀成薄薄一层之后 下清汤煮一两分钟 捞出来已经成形 因为鸡绒被保鲜袋锁住了水分 肉质嫩滑细腻 把它切成面条 倒入清汤 这道凝聚闪菜精华的前周鸡面 就大功告成 微凉的初秋 别处的玫瑰已经渐渐雕尾 秦岭山下的玫瑰还在顽强地绽放 秦岭脚下呈微酸性的肥沃土壤 赋予了这里的食用玫瑰强大的生命力 家里的玫瑰专攻城里制作玫瑰水晶饼 玫瑰花采回来之后 要经过三五分钟的晾晒 让露水在温暖的朝阳下自然风干 然后去掉花地花枝 花苞自动散开 再和优质白糖一起搓扰 这个柔花把糖安比例放好以后 用以经济的力度 根据这浅长的用经验 把花里面的肺粉揉出来 糖吸收花的自然肺粉 它溶解一部分糖以后 眼球不必破坏 达到这个程度可以无感 搓揉好的花瓣香甜脆嫩 已经可以入食 但离制作水晶饼的要求还远 还要经历一百天的缸中腌制 蜜蜂在自然温度下 糖分与玫瑰花中的水分 进行漫长而充分的交换 水吸出花瓣 糖渗进花中 花瓣分解成浓稠的玫瑰酱 把鲜花的香甜牢牢锁在其中 一缸香气宜人的玫瑰酱 就可以出缸了 雷燕是第五代德茂宫水晶饼制作工艺的 飞夷传承人 掌管着这家水晶饼的质量 这瓶玫瑰酱还可以吧 还可以 味儿也挺好的 水油面包裹着全油面 在雷燕手中飞舞 只有两种面混合在一起 烤制之后才能起皮飞酥 一饼千层 饼皮里的油是用白糖浸泡了半个月的汁 糖溶进油里 油渗进面里 油糖面 轻易无间的交融 才造出了不露痕迹 却又透彻心扉的甘甜 然而想要甜而不厚 油而不腻 还得需要玫瑰酱的功效 这才是水晶饼的精妙所在 玫瑰酱与黄桂 橘丁等辅料搅拌均匀 一起包进饼皮 经过十五到十七分钟的烘焙 经过十五到十七分钟的烘焙 新香清甜 永远而生 热气腾腾的玫瑰水晶饼 新鲜出炉了 仅仅是飘散的鱼香 在西安人运用果实创造的美食清单中 西斧酿米是最经典的一道 首先食材马虎不得 枣必须用延安狗头大枣 它大的有鸡蛋大小 各大皮薄 肉质细腻弹牙 味道甘甜绵长 加了一部分菊饼 酒香味融合进去 然后核桃仁 莲子 用糖水去泡 莲子本就有甜味 核桃干 西斧酿米最大的魅力 就是充分激发出 不同果实的天然清香与甘甜 这需要精准的火候控制 糯米则一定要用当季的优质糯米 糯米要先煮后蒸 厨师要边搅边煮 密切关注米在锅中的变化 煮到捞出米粒一搓 指尖还剩下一粒晶莹的米心 没有煮熟的时候 就要把糯米捞出来 和各种果品一起放进蒸笼去蒸 炒森光摸透了煮米和蒸米的时间相对论 如果米心被煮透了 蒸的时间就会缩短 果香就不能充分渗透每一粒糯米 如果糯米还是生的 蒸的时间就要延长 脆弱的果品就会被蒸得过烂 失去过心 这个火候没有两三年的经验 掌握不好 马顺利 传统饺子工艺的飞移传承人 饺子宴里巧夺天工的作品 大多出自他的创意 西安丰富的花果与其他食材资源 为马顺利和他的团队提供了不洁的灵感源泉 西安饺子宴也越做越丰盛 今天饺子宴上的品类已经达到三百多种 去年九月 西安饺子宴被评为中国菜汁陕西十大主题名宴之一 核桃饺子处于这两位之首 面点师马顺利 制线师张志宏 核桃饺子颗粒应该在米粒大小 太大了的话那就把饺子皮撑破了 太小了就吃不出来核桃的酥和软和它的真正的口感的味道 其实核桃饺子的工艺呢是很简单的 我们做一个顶多是七八秒钟吧 精巧的核桃饺子在两人的手中就是如此行人有水 一人备馅一人包制五分钟就能准备出一顿早餐 西安饺子宴里真正让两人费尽心思的是它 这只粉红的小猪 今天是猪年嘛 我们想包一块猪的饺子 这只粉红小猪刚刚诞生的时候可不是这样的 而是这样的 最早的时候加的是大早 早泥啊是一种甜选把小猪撑起来 可以不变形 粉红小猪原本的色彩来自林同石榴枝 石榴花是西安的氏花 西安林同区的石榴色泽艳丽 果大皮薄 枝多味甜 是中国国家地理标志产品 号称果中真品 这面和石榴枝的比例一定要掌握好 碗面的过程中一定要用力量把它揉均匀 反复揉 反复性 整个面团的这个色泽呀 筋度呀 亮度都大到 林同石榴枝 为小猪染上了粉嫩如新生婴儿般的肤色 这可是任何食用色素都难以调和出来的颜色 粉红饺子皮还要擀成厚薄均匀的半透明状态 才能赋予小猪百里透红的娇温 我们用的是双杆长 两头尖 中间是骨肚子的 左手推 右手拉 推的时候右手就高 右手拉的时候呢 这个左手就高 所以是上下左右的 皮在案板上转呢 保护均匀 大概用这个厚度 一毫米左右吧 饺子皮半透明之后 枣泥做馅 不料小猪的颜色却受到馅料颜色的影响 粉红小猪变成了黑红小猪 黑一点虽也可爱 却少了些许喜情 于是小猪开始了自己的进化之路 经历了果酱 豆沙 猪肉等做馅的多轮尝试 一直难尽人意 直到另两种西北高原上的果实立下功勋 花生和板栗 先把花生仁剁成米粒大小 再用盈润的板栗绒包裹起来入馅 包制涌的过程中 一定来回把它捏紧 包好以后呢 开始来制作它的小耳朵 和它的那个尾巴 尾巴呢 轻轻把它搓一下打卷 猪耳朵呢 茧子的这个尖 它是一个平行的搅出来 用两个手把它捏扁 成一个半圆形的 然后拿了黑芝麻呢 它的这个比例比较合适 既能看到眼睛 黑芝麻 也能知道它正好在耳朵的旁边 琳琳满目 各色隐人的小吃 让人应接不下 上上签 麻将十三腰 烤枣膜都是习上主角 很多时刻不远千里 只为品尝一口当下最火爆的毛笔酥 看似简简单单一小块毛笔酥 却要经历和面 擀面 切面 碟面 包馅 收口 捏笔尖 油炸 组装等十数道工序 王庸君 典型的观众汉子 对于面食有他的痴迷 他揉面善用巧劲 犹如在打太极拳 团面在他手上变得光亮且有韧劲 这个开搜是最关键的一步 这样反复折面是味道让口感更好 毛笔酥有五色 红色的是加入红星火龙果之后擀成的皮 内馅则是火辣的香辣牛肉 黑色则是竹炭粉和黑芝麻的合作 内馅是陕西特有的枣泥核桃加五仁 黄色外皮是蒸熟的南瓜鸭成泥活入面粉 内馅是榴莲与芒果的加持 绿色是菠菜汁与抹茶的结合 光有了毛笔还不够 怎么样把纹防磁堡都加入其中 提升整个食物的完整度 成为第二个难题 烟台 这个咱可以在这个锁上到时候蘸这个 你想或者是在撕一哈 你调那个摩脂比较香的一款果酱 咱们蘸酱一开始炸过垃圾酱 征求一些客人的一些展配的意见 改良的时候咱就采用那个巧克力酱 但是就是有点顾客反应还是那个口感 他有点不太适应 又改良了一次 黑加仑 一会就蓝莓酱 用燕台做个蘸底 用果汁做个墨水 用笔洗做个甜品 再把毛笔插入笔筒 放上笔架铺上干冰 在历时一个多月后 改建后的文房自保终于问世 这家甜品店的生意很好 冰淇淋櫃台前尤其繁忙 因为櫃台里的冰淇淋 不少是独有口感的 红枣味 核桃味 麻酱味 牢骚味 与常见的奶油味草莓味大相径庭 而且在这里 它们不叫冰淇淋 而叫冰烙 这是店老板海滨的坚持 早在中国的古代 我们的古人就已经发明了冰淇淋 而那个时候把冰淇淋叫冰烙 海滨经过考证 认定是中国的冰烙 被马可波罗带回了欧洲 变成了今天的冰淇淋 它想做中国味道的冰淇淋 找回被人们遗忘的冰烙 那么什么味道是中国味道 什么味道是西安味道 油泼辣子一道菜 是人们耳熟能详的陕西八大怪之一 在冰烙柜台 油泼辣子开始了 让人叹为观止的华丽变身 从一款老闪门索菜的百搭调料 转换成时尚男女们 捧在手心里的一份精致甜品 油泼辣子冰烙 油泼辣子冰烙 颠覆了冰淇淋的味觉定义 让勇敢的食客们 体验了冰火两重天的极致味觉转换 冰冰凉 冰冰凉 然后又同时还有一种 这种火山爆发的感觉 冰激凌里灌肠添加水果 巧克力 蜜糖等甜味食物 甜是冰激凌的味觉符号 辣似乎天生就与冰激凌绝缘 油泼辣子冰淇淋其实以前说真的没有想过 除了辣它还有可能带有咸 其实当时是蛮拒绝这个口味的 在网络上为冰烙的口味向大家征询建议时 没想到油泼辣子呼声最高 这呼声一直没有断过 后来想了想试一下吧 看看油泼辣子做出来 是否和西安本地的油泼辣子一样香 油泼辣子要做成冰烙 需要功课的最大难题在于配比 油泼辣子不像其他水果 成分以水分为主 它的高油脂让冰烙难以固化成形 像一滩软泥 这条创新之路不满荆棘 长达两年的研发之后 世界上第一份油泼辣子冰烙终于面试 海滨当初很担心油泼辣子冰烙成为一场行为艺术 没想到当它千呼万唤使出来之后 竟然是一款难得的美食 第一口含进嘴里 微辣的口感让人本能地张开嘴 想把热辣气息呼出来 随之而来的乳香和淡淡的蜜汁味 却让你舍不得呼气 仿佛怕着一口美食从嘴里滑走 在这样的反反复复里 食客们欲罢不能地 来来回回感受着截然不同的口感 鲜明的对比中 各种不同的味道被放大到极致 油泼辣子冰烙的成功是意外之喜 虎福饼则是海滨和他的搭档寄予了厚望的作品 海滨仿造的是秦国虎福 他们比照文物 制作了一比一的仿制品 用来精准衡量饼干造型 这个比真实的虎福要低一点 这个烤过之后 它这个面团会再稍微膨胀一点 可能就会到我们理想要的厚度 光造型过关 还远不能达到海滨的要求 最好 最重要的其实还是食物的本身 好吃 口感 越是简单的食物 食材的好坏 越是入口就有答案 他们试遍了能找来的最好的面粉和黄油 做出来的饼干依然不满意 于是决定对成品面粉和黄油 再做二次精筛和加工 海滨喜欢中国传统文化 也享受今天的工作 四大神兽瓦当饼 李白绿豆糕 秦皇酥 他的创意总是层出不穷 品秦书 诗冰烙都是中国好味道 瓦片在古代是被广泛使用的一种烹饪工具 加热缓慢而均匀 纯用法的瓦块鱼 选用秦岭山泉中的尊鱼 遵于肉质紧密 味道鲜美 正适合这种加热方式 瓦块鱼相传于秦朝大将 门田将军带兵斩战时 他把鱼杀了 放在瓦片上好事而成 切成小块后 加少许盐 抽空四周的空气 放入低温料理机中隔水加热 不让任何介质带走鱼的鲜香本味 淋上日式烧烤酱和沙拉酱 再放上瓦片 下层用纹火均匀加热 上层用喷枪直接烤制成金黄 科技感十足的瓦块鱼就新鲜出炉了 把做菜做得像一场精密科学实验的陈佑法 有一种不同于传统闪菜大厨的魅力 陈佑法的陈西话一直不太标准 他是福建人 却被陈菜吸引来了西安 出生在传统闽南家庭 让陈佑法对用餐礼仪颇有感悟 所以他的经验对于用餐礼仪非常靠救 我们原来基本上分餐做的 主兵肯定是上位 副主兵肯定在旁边做的 然后上菜顺序 先上前菜 摊品 乐菜 正品 主食 孔子曰 歌不正不实 奇艳中的这道凉菜 脆皮猪手沿袭了这个传统 卤好的猪手 去骨鸭皮 压成硅整的四方块 唇香酥嫩 从油炸脆皮到丰富的胶原蛋白 再到香软入胃和瘦肉 层次分离 口感交错 这个酥酥肯脆的很好吃 这个酥酥肯脆的很好吃 很好吃 分食制是中国秦汉时期就推崇的一种餐桌礼仪 在舒适静密的环境中 专注享受食物的美妙 迥异于平时公愁交错 久憨而热的宴席 这对喜欢单纯享受食物的老饕来说 有着极大的吸引力 为了推行分食制 陈佑法还对长安第一位葫芦鸡做了改良 改出了一种另类别致 我们会结合分餐子 从口感来说 附近会选到六到八两十八天 相传葫芦鸡始于唐玄宗时期 因形似葫芦而得名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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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入锅后 要精准把握火候 才能使鸡肉外酥里嫩 色泽金黄 香烂味醇 快到骨脱 它不像那种炸鸡的蜜 哇 这个生菜卷成好像还是烤肉啊 一点都油腻 哎 你们有没有看见 这这样有个鸡蛋啊 哎 好像是生的耶 可以这样吃吗 特别想要上个鸡蛋呢 你们说 是 像生鸡蛋 嗯 是橙子味的 橙子蛋黄分子料理是时下潮流的烹饪手法 再加上翠绿石书装点 古老的葫芦鸡变得色彩斑斓 令人耳目一新 葫芦鸡 葫芦鸡是大唐宰相维聚园厨房里的创新 时隔一千三百年后再逢盛世 西安美食又开始了新一轮创新 传承与创新是这座开放包容的古都永恒的主题 当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诸多纯美元素注入食物 带动了西安美食的美术革命 未月时空 呈现出最美中国风 偶尔 有信用